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很久沒拍過不專業廚房系列 我們回來了 今天要做的東西一樣都是非常簡單 新秀小學生都做得到 最近天氣比較冷 本來約了爸爸媽媽出去吃火鍋 但是現在二人限聚令 他們兩個出去撐桌腳也會扔下我 所以有理沒理我就叫他們回來 最多的東西我搞定 所以今天我會做一個鮮蝦雲吞 今晚吃火鍋 明天早餐也可以吃火鍋 明天晚上要做沙窩雲吞雞 一送三尾這樣吃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怎樣包這個鮮蝦雲吞 真是非常之簡單 之前在Instagram跟大家分享 原來大家都這麼驚訝 我會做一個自己私火的鮮蝦雲吞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跟著我一起做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今天用到的材料除了簡單之外 還要很便宜 首先就是在街市或者超市買這些 一盒一盒的攪碎豬肉 通常一盒大約二十多元 我們用一半的份量就足夠 做到大約二十三十件的雲吞 所以我之前用了半盒去做其他菜 另外今天就用了這半盒 我把這半盒豬肉放進一個大碗裡 其實我自己就不是特別追求豬肉 這件事 我都OK就這樣買這些豬肉 我也是一個嫌麻煩的人 然後鮮蝦雲吞又怎樣可以沒有蝦呢 我在街市買了二十元的蝦 這裡大約有二十多隻左右 現在就把它們去掉殼和挑一條腸出來 其實跟平時撕蝦殼一樣就可以了 沒什麼技巧的 Hello Mell仔 你幹什麼呀 去掉殼之後 我就把蝦分成三份 蝦頭大家可以保留 只要把它們用鑊乾炒了 然後再倒水下去 煮它們大約二十多分鐘 就一個很美味的鮮蝦湯底 用來綠雲吞也可以 用來綠麵吃也可以 所以蝦頭我會另外保留 其實做這個鮮蝦雲吞 最麻煩都只是剝蝦殼 之後全部東西都很簡單 如果整隻蝦去腸就麻煩一點 但我已經把它們剪開一截 所以你會在旁邊看到 腸和髒東西一炆出來就炆到 我喜歡做這個鮮蝦雲吞 是多過包餃子很多的 因為它是不需要長時間 不需要醃肉 就這樣所有材料準備好 你就隨時可以開始 兼赤包完就可以立刻煮來吃 我就買開 可能一些普通中蝦尺寸 就夠了 不需要買到很名貴的 花竹蝦蝦 其實就沒有這個必要的 我覺得 這麼快我已經剝好蝦了 大約10分鐘左右就已經剝好蝦 然後去洗一洗 用廚房紙印乾水分 就可以將它們加進肉 我自己就會習慣將豬肉捏一捏 然後讓它們有一點黏性 不會散修修 才將蝦加入 蝦和肉的比例 所以我會蝦多過肉 吃下去就不會像鮮肉雲吞 而是像鮮蝦雲吞 其實我都不斷地把它們 由剛才散修修 你們看到 現在已經可以有黏性 變成一個球體 我就覺得OK 我們現在把蝦肉 倒進肉 變成一大碗 然後把它們 拌勻 其實真的沒什麼特別 由開始到我現在 完成了一大半 都不夠20分鐘 真的非常快的料理 現在就開始調味了 我先洗一洗手 調味後 我會加少許胡椒粉 如果你喜歡胡椒粉的味 可以加多一點也可以 之後就加麻油 也是要一個香味 然後就加大地魚粉 其實這個加了就會比較香 但是不加也沒什麼所謂 因為我之前做雲吞的時候 沒有加都一樣很好吃 剛剛媽媽去南馬島買了一瓶 我就加少許了 再之後就加少許的鹽 不用太多 而且不斷地加糖 去平衡味 再之後就加生粉 下去 加了所有調味料之後 就可以把它們拌勻 我會盡量用同一個方向去攪 然後就希望可以攪到它起膠 但我都不是特別認識的 我平常做的都是亂來的 但是一樣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所以大家這陣子真的可以試一下 其實已經聞到很香 因為有麻油的味道 有胡椒粉的味道 已經是很香很香的了 先離身一下 我這個系列叫做不專業廚房 所以有什麼做得不足 做得不適合的地方 大家都要告訴我 現在就攪到差不多了 那些餡料 就開始可以包雲吞了 那當然啦 我就不會懂自己做的 那些雲吞皮 所以我也是買了一些現成的雲吞皮 一些黃色的正方形 跟平常的餃子皮 白色就不同了 那這裡就買了六塊 大約有二三十塊 是不是很划算 這件事 在包雲吞之前 我們就準備一隻乾淨的碟 然後就在底部鋪一些生粉 等待雲吞不會黏著大家 拿起一塊雲吞皮 放在手上 然後就夾你想要的餡料 通常我就是兩隻蝦 然後再加一些豬肉 不用夾到非常大粒 除非你想做乒乓波形的雲吞 你看到這裏中間一塊餡料 之後就這樣把它們捏成一塊 握緊它 抹一抹它 不需要水 不需要任何東西 那就已經完成了我們一粒 金魚形狀的雲吞了 整件事是不是非常非常簡單 真的連水都不需要 粉都不需要 就這樣握了它 它是不會散的 如果你想多一點不同的餡料 即是木耳 或者冬菇 那些 自己再加下去就可以了 完成了一個給大家欣賞一下 是 就這樣 亂握一塊 之後呢 這邊就是一個圓形波波 然後呢 就這樣抹一抹 然後放在那隻碟上 那就可以了 你看著它 這個位置 然後一睹 是很治癒的 還有一會兒 我弄滿了一碟的時候 給你們看一下那隻碟 是好像一堆捱上的波兒 你畫一些表情符號 就是一隻隻金魚 圓圓圓的看著你 真的超級可愛 還有如果大家的餡料不夠 然後多了一些雲吞皮 你可以買一些魚肉釀進去 然後拿去煎炸它 就可以成為了煎釀三寶 整天一塊一塊 那一款的了 我再做一次給大家看 首先就是把餡料放在雲吞皮上面 然後呢 你的手指和食指做一個圓形的動作 將它們放上去 然後呢 就用另一隻手 慢慢包一些餡料上去 然後呢 這裡 壓緊它 然後再用手指這樣捏一捏它 就會做到一個很漂亮的金魚尾巴出來 如果快手起來 一粒是不需要十秒鐘 可能大概三四秒 就已經完成了 所以呢 就算包這裡二十多粒 過程也是很快的 算是我拍這個 煮食影片以來最快的一次 這裡就是我剛才包的鮮蝦雲吞 總共有二十四粒 你會看到有些是飽滿一點 大粒一點 有些是會比較小粒一點 那就是不同用途 大粒一點的就是用來煮麵食 小粒的那些就會用來煮沙鍋雲吞雞 因為雲吞雞已經有很多肉 就不會上餡那麼大粒 那麼大隻的 就會做些小雲吞出來 當晚打邊爐煮好的雲吞 就是這樣 跟外面買的一模一樣 雖然我們沒有下水沒有下蛋液去黏著皮 但是你看到這樣滾來滾去 它們都是不會散的 其實我包得一點都不小粒 你見煮好了之後 放進大碗 一碗只放到三粒已經很滿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 自家製鮮蝦雲吞 是不是非常容易做呢 如果你們都做了的話 不妨在Instagram那裡 發出一張圖 告訴我你們的製成品 是不是一樣那麼好吃 還有那麼騙人 被人以為一個很複雜的東西 原來是這麼簡單就做得到的了 如果你都喜歡這一類型的影片的話 可以多點留意我Instagram 我經常都會在Story那裡 post我煮的食物 多人問的話 我可以想一下 怎樣拍出來給大家看看 究竟平時我煮很難的東西 其實一樣都是這麼簡單的 多謝大家今天看了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有錄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下午三點 以及星期日下午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是优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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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